哪一個 哪一個 酒店前煙霧瀰漫 這可不是火災或舞台效果 而是有人喝酒後鬧事闖禍 哇 好慢喔 你輸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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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輸 睡了 兩名酒客喝到幫膽氣十足 其中一名白衣男子 和人發生口角衝突 一怒竟拿起旁邊滅火器 拉掉插銷 做事攻擊 又因為喝到醉熏熏作倒 壓到滅火器 因此噴出大量白色粉末 警方到場後 男子還繼續借酒鬧事 警方一拥而上 把白衣男子當場壓制 白衣男子醉到被警方抬上車 而他的朋友也大肆鬧事 你要衝啊 你不要衝啊 走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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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黑衣男子同樣喝到神之不清 借著酒意鬧事 被優勢警力壓制送上警車 凌晨兩點多 台中知名酒店前的衝突 警方不敢大意 觸動十多名員警迅速控制情勢 現場先將兩人 戴環手緩束 後續依社會秩序違法 妨礙公務以送偵辦 歡天喜地的去喝酒 卻在警局中醒來 不知道清醒後會不會後悔 如此衝動鬧事 記者王俊俊揚揚聲成這樣台中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